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队整理出香港简报 全球富豪重返香港 金融时报报告 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结束后,中国、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客户重返香港 重新引发了与新加坡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竞争 虽然新加坡拥有更稳定的政治环境,但香港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大陆 其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更大 香港的目标是到2025年吸引不少于200家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扩张或设立 在疫情期间,许多中国亿万富翁移居新加坡,一些外国银行迁离香港 然而,由于临近的原因,香港仍然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一些中国家庭而言 香港私人财富管理行业管理的资产中约有40%来自中国大陆 然而,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一些高正值人士考虑建立第二个基地,并制定后被计划 在北京在2019年抗议活动引发的推动下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镇压了持不同政见者 与此同时,尽管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崩溃,但年轻客户对虚拟资产的兴趣不会消失 然而,加密货币的资产配置是有限的 下一则新闻 清明节900万旅客香港过关 南话早报报告 香港入境事务处表示,预计在下周清明节和复活节期间 将有超过900万人通过其边境管制站,估计在取消COVID-19限制后的第一个长假期间,旅客将同比大幅增加 该部门环表示,83.5%的乘客将在4月1日至10日期间通过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 预计4月7日出境旅客52.2万人次,4月10日出境旅客51.9万人次 在2021年同期,当香港和中国大陆与第五波也是最严重的COVID-19浪潮作斗争时 只有17,220人通过香港的边境管制站 罗湖是最繁忙的陆路管制站,节日期间约有220万名乘客 平均每天约有22万人次途径该地点 落马洲之线和港珠澳大桥管制站也将狠重,日军旅客输送量 分别约为14.7万人次及13.8万人次 当局将在罗湖管制站设立联合指挥中心,并与内地官员紧密合作,确保交通畅通 该部门敦促陆路边界乘客提前计划,避免再繁忙时段旅行 以防止陷入涌倒和更长的移民清关等待时间 政府表示,以尽量减少前线人员灵活部署和操作额外通关柜台和售货亭的假期 并会增派保安人员提供人群管理支援 下一则新闻 中国大亨在香港房产被贷款人扣押 南话早报报告 中国大陆商人陈鸿天在2016年以近21亿港元,2.7亿美元 的创纪录价格在香港山顶购买了一套房屋,成为头条新闻 他的至少三笔资产被扣押,总计8.917亿美元 根据政府记录,这所房子位于葛康路15号,佔地9212平方英尺 本月被东亚银行,B.A.任命的接管人没收 2019年上半年,他被东亚银行抵押了两次 本月早些时候,德勤任命德勤中国的黎家人和陈文海为接管人及管理人 他于2015年8月以3.87亿港元在奥巴斯香港东半山以3.87亿港元 购买的五楼豪华公寓也被接管人接管 2019年8月抵押级交通银行 他还失去了对该市其他资产的控制权,包括红磡 并长期中心的商业大厦里座和鼻座 下一则新闻 打死中国 中美关系比你想象的更糟糕 经济学人报告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创下身低 共产党官员指责美国欺凌并推行指在打死中国的政策 这导致了政府大厅中的恐吓和编织气氛 而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跨国公司高管担心 更深层次的脱勾可能会损害他们的业务 虽然双方都同意最好的情况是数十年的疏远 但越来越多的双方领导人越来越相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中国认为美国试图削弱他 但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意图压制自由价值观的专制政权 因此美国加快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制 并正在对半导体和其他必需品实施严厉和扩大的禁运 以减缓中国的创新 结果中国提高了军费开支 并认为美国的这些政策是不公平的 因为中国的GDP比美国低约83% 文章认为 仅靠更多的外加手段不太可能缓解紧张局势 并概述了美国和其他开放社会为维护和平 已经遵循的三项原则一 限制经济脱钩 并挽救对中国代表垄断供应国的敏感部门或地区的禁运 而通过尋求军事威胁 但避免公开挑衅来降低战争风险 以及 3.强调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 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创造财富和获得合法性 下一則新闻 许多富人正在考虑离开中国 经济学人报告 面对中国政府的监管打击和对与西方合作的担忧 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地将财富转移到新加坡 近几个月来 成千上万的高正值人士离开了中国 前往这个拥有蓬勃发展的财富管理行业和与中国紧密文化联系的城市国家 事实证明 新加坡的政治稳定也吸引了那些对美国和英国政治不稳定持谨慎态度的人 随着在新加坡的中国高正值人士数量的增加 尋求管理其资产的家族办公室数量也在增加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家族办公室的数量从2019年的33个增加到2022年4月的347个 预计到今年年底 此类办事处的数量将超过750个 日占新加坡总数的一半 2020年,在创此人马云公开低平金融监管机构之后 中国推动了亚女巴巴金融科技子公司 马云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 从那以后,她基本上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 然而在3月27日 马云访问杭州一所学校的照片出现了 而有传言称她被新总理李强说服回国 下一則新闻 亚女巴巴200亿美元物流部门为香港拉脚要准备 彭博社报告 据不原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 亚女巴巴物流部门赛料 据说已开始在香港进行IPL准备 花旗集团 Citigroup和中国国际金融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等 银行正在准备首次出售 估值超过200亿美元的赛料计划 在今年年底进行IPL 从而成为亚女巴巴六个营业单位中第一个上市的部门 亚女巴巴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27至24亿美元 消费者物流服务和国际里行解决方案的升级有助于增长 亚女巴巴在本月初宣布计划 将其2500亿美元的业务拆分为六个营业单位 包括物流 每个部门都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探索融资画IPL 亚女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 由于亚女巴巴考虑逐步放弃对其部分主要业务的控制权 IPL将没有时程表 下一则新闻 中国民族主义者对殖民时代的地名感到老火 经济学人报告 中国自然资源部以下令 所有包含八个俄罗斯地点之一的中文地图 必须在俄语名称后显示其历史中文名称 曾经由中国统治的俄罗斯东部港口 弗拉的抑斯托克与前中国领土上的 其他几个城市一起被列入名单 此举重新引发了强硬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辩论 他们认为中国在不平等的条约中国 让了弗拉的抑斯托克和香港等大片领土 批评人士认为 此举可能会在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准之 制引发民族主义言论 中国地名的出现将有助于鼓励我国尽快收复这些领土 一位中国之名博主认为 然而,审查人员试图平息民族主义情绪 今年3月,脱口秀主持人周立波在社交媒体上被遮罩 因为他建议中国应该努力收回各样及俄罗斯的土地 主流媒体包括《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一家通常指责外国势力的民族主义北京小报 都回避了这个话题 下一则新闻 支持和各种活动 这些活动以促成互动为中心 为初创企业提供同伯发展所需的同伴支援 陈先生轻松的演讲也表明 香港是一个享受工作之余生活的地方 有海滩、高山和各种餐饮选择 再,《华盛顿邮报》《中国会议的主题演讲》中 《东南亚2023》 陈先生大力宣传香港成为绿色技术和金融区域中心的潜力 他亦强调,香港除了保持中国大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外 亦强调香港在新经济中成为新兴行业全球企业枢纽的重要性 陈的魅力攻势正值香港面临来自深圳等轮近城市和其他海外金融中心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之際 据经济学人致富的政治分析师称 该地区正处于持续的社会动荡之中 这对其被视为最安全的商业场所之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下一则新闻 香港基金计划押注1亿美元用于城市的加密货币推动 彭博社报告 总部位于香港的风险投资基金Protectual Future的目标是投资1亿美元 投资于数字资产初创企业 旨在利用香港作为金融科技中心的新兴地位 该基金由Safe Partners的变连和科技资深人士Critisher共同永度 已经获得了3000万美元的承诺 并计划投资于早期和发展中的企业 Protectual Future的战略是识别与中国有联系的科技公司 这些公司正在过渡到Web 3 Web 3被描述为在公共区块链上运行的分散互联网 该基金已经投资了6个数位资产专案 Protectual的红心壮志正值香港竞标吸引加密公司和人才 以重振其作为领先金融中心的地位 该地区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支援 与美国当局在FTX崩溃后加强的审查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担心香港可能会重新考虑其立场 但卓表示该基金打算继续并扩大其在澳大利亚、新加坡、欧洲和美国等其他地区的业务 卓表示尽管投资者对新的加密计划保持沉默 但筹款阶段相对顺利 许多对数字经济感兴趣的香港家族企业参与其中 其他通过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中国家族办公室进行投资的家族企业也参与其中 下一則新闻 中国内地游客在香港旅游,沉浸在城市风光中 南华早报报告 随着COVID-19的消退,随着跨境限制的解除 香港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大陆的预算游客激增 虽然这对经济有利 但该市的一些居民对预算游客带来的人群感到不满 然而,地方当局不紧要处理身怀不满的居民 据报道,一些预算有限的游客感到委屈 他们不得不匆忙完成他们的旅行团 并对旅游提供的低成本选择抱怨 下一則新闻 中国JD.com建议两个单位分别在香港上市 彭博社报告 JD.com指公司京东地产和京东实业都在香港申请IPO 此前科技竞争对手阿里巴巴集团成功在美国上市 申请文件没有披露融资金额,股值或IPO股票定价 JD.com将持有至少50%的新业务 一些中国公司最近专注于香港IPO市场 而不是曾求在美国上市 此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审查越来越严格 北京方面对与美国上市公司有关的数据安全感到担忧 京东地产的业务覆盖中国29个省级地区 似乎专注于工业园区管理 而京东实业则为超过10万家工业制造厂提供相关产品和技术服务 并为超过16,000个建设专案提供支援服务 下一则新闻 香港成为招聘飞行员的战场 亚联游航空举办招聘会 南华早报报告 迪霸国有航空公司亚联游航空举办了自COVID-19封锁以来 香港首次面对面的飞行员招聘会 中东最大的航空公司亚联游航空正在 曾求雇用飞行员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该航空公司的首席商务官亚德南、卡齐姆、Banamkosem 在7月表示 从2022年7月开始一直在不停地扩张 一场全球人才争夺战正在出现 东南亚飞行员也加入了这一活动 另一篇文章透露 香港正在与亚联游争夺飞行员 而恢复其令人随然的航空枢纽地位 只能在2028年实现 一位在香港生活了5年的澳大利亚飞行员说 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开放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新加坡也在市场上竞争已获得飞行员 亚联游航空提供的福利 包括免税工资、住宿和教育津贴 很有吸引力 因为即使是美国航空公司也提供 比香港航空公司更高的薪酬 疫情对香港国泰航空造成了沉重打击 2020年10月 由于支線航空公司国泰港龙被淘汰 裁员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2021年上半年进一步裁员 裁员人数再减少2500人 专家表示担心 全球市场飞行员严重短血章是 香港业业复兴的主要障碍之一 政府和香港的航空公司都需要通过 顶尖人才通行政计划或其他类似 计划吸引外国飞行员到香港 这些计划可以扩大到包括飞行员 为了保持吸引飞行员的竞争力 航空公司可能不得不审查工资和付加福利 下一则新闻 汇丰银行自USDB英国部门 达成一英镑交易以来 已经从科技初创公司吸引了数十亿美元 南华早报报告 据报道 汇丰银行自收购直谷银行英国子公司以来 已收到数十亿存款 据首席执行官洛埃尔夫恩称 Queen表示 由于此次收购 更广泛的汇丰集团也经历了英国和整个亚洲 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存款涌入 根据汇丰银行的证券交易所当 截至3月10日 SEB英国部门的贷款 帐宝约为55亿英镑 存款为67亿英镑 该部门录得8800万英镑的税前利润 有型股权价值约14亿英镑 大幅折购或资产质量出现问题时的安慰边际 此次收购市汇丰计划的一部分 只在通过改善运营银行服务的管道 增强其为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的 创新和快速增长的公司提供服务的能力 在无公司在美国倒闭之前 SEB的英国业务没有问题 但英国政府官员迅速尘找英国分公司的买家 以避免潜在的危机 惠恩表示 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提供帮助 是因为他们希望稳定业务 与此同时 香港的一个股东行动小组 将于周一参加与汇丰银行的非正式会议 推动该公司拆分期亚洲业务 为投资者带来更多价值 以及更高的股息支付 据报道 汇丰银行的董事建议 投资者投票反对这些提案 谢谢收看香港简报